請問一下劉醫師有沒有一些最自然的可以讓牙齒滅白的 是啊其實在我剛才跟劉醫師請教 我們最近還有那種辦官方的我們這個國營的這個 在研發這個屬於天然草本的牙膏 對吧 對 那上就有了嘛 他知道就是根據我們古方 因為古代人也要刷牙 對不對 是不是 那我就現在推薦到一個叫生麻結齒白牙傘 它裡面的材料就是這裡面有生麻白子高本細心 大概就是把它等比例把它磨成這個細心磨成粉 因為它這裡面是它是屬於這種粗纖維的 我剛才劉醫師提到就是可以吸附我們的這個牙縫裡面 這孔洞裡面的這些細菌啊食物的菜渣啊 它可以吸附過來 它本身又含了很多黃銅類啊生物鹼 它可以吸附我們的毒素跟殺菌的作用 所以要清熱解毒 那我們終於認為就是說你的會這個牙齦的部分 上牙齦是屬於筋肉叫大腸筋 下牙齦是胃筋 所以你會經常牙齦發炎啊 就是你的腸胃消化系統要注意一下 那這本身有可以清熱解毒 那磨成粉之後呢 你就把它弄一些粉呢 然後沾一些水 就直接這樣子 對 那就刷牙 那就可以刷牙了 那就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啊刷個好幾次 我覺得蠻有幫助的 像我已經快50歲 可是我牙齒我覺得還可以 不要天天刷 不要天天刷就對了 因為大家還是覺得牙膏最好用嘛 對 一個禮拜兩三天 對 天然草本還是不錯的 對